因为我们现在在逛灯会嘛 对不对 宋朝的这个灯会 闻人雅士去了都干点什么事呢 有很多啊 猜灯迷 就跟咱们之前的一样 看表演 看烟花 看醋居 豆茶 饮酒 飞花令 做师营妇 都可以 好多玩的项目 对 非常多 教老师刚跟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宋朝了解多少 古时候吧 一喝酒还得飞花令 就没文化的 好像还 就不敢喝了 对 你就想喝 不想飞花令 我知道了 我还可以投福 这我都擅长 你快投福去吧你 我知道是 宋朝是从宋仁宗那个时候开始 是宋朝的士兵得的这个薪酬 是按他的身高比例 这样啊 就身材越高 你拿的薪水越多 天哪 我好穷那个时候 为什么身越高 薪水越高 它有一个潜台词就是 认为你这样的话 体格会更好一些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的测体格的一个方法嘛 对 就腾哥往那里上好兵种吧 好兵 绝对是好兵种 没对不没的 我听说宋朝就是男子会在头上带花 对 就是小彤这个点也特别好 就是咱们看司马光这么古板的人 别人说你中进士了 那你头上带个花吧 他说勉为其难 平时我不带 今天我带一个 反过来说明那个时候的男子带花是普遍的 对 我知道宋朝人很喜欢西猫 对 那个时候大家养猫 不叫养猫叫聘猫 宋朝有哪些就是比较有名的人是喜欢聘猫的呢 路由 对 就是他其实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猫奴